繁杂的街道上 一辆车停在中央阻断了车流 车内的男人惊慌大喊道 我看不见了 他的眼前变成一片苍茫的白色 一位行人帮忙载他回家 临走时偷走了他的车 男人前去就诊 然而检查结果却未显示出任何病变症状 医生怀疑他在说谎 毕竟没有盲人眼前或是一片白色 此日清晨 医生从家中醒来 睁眼的一瞬间 他的眼前一片白 他意识到自己被传染了 请求妻子远离自己 妻子拒绝了 城市里相继出现白毛患者 卫生部迅速采取了隔离措施 医生妻子假装失明和丈夫一起 被押上了隔离车 他们被送到一座废弃疗养院里 两人商量决定隐瞒妻子 没有失明的事实 随后又有几个人被送了进来 医生妻子如护士一般地 照顾他们的起居 带他们熟悉环境 而同时 他也开始感到恐惧 但有某天醒来 自己也将成为白毛患者 大批患者涌入 食物开始供不应求 妻子屡次拨打求助电话 却始终无人接听 如此多的白毛患者聚集在一起 环境很快就变得杂乱肮脏 为了方便管理和食物分配 他们分成了不同的病区 而医生妻子 面对要照顾如此多人的压力 情绪逐渐崩溃 三圈的男人 凭借枪支 抢光了所有食物 他称自己为国王 并规定上交财物 才能获得食物 医生试图反抗 但当枪支指向他时 他屈服了 财产交完之后 三圈又提出了新的规定 用女人换食物 有人询问医生的看法 他回答说 要看妻子是否愿意 毕竟在这种地方 已无尊严可言 众人陷入了沉默 人群中想起了一个女生 我去 随后陆续有女人应和 其中也包括医生的妻子 那个宛如救世主般的人 那一晚 医区去了九个女人 他们互相搀扶着 一步步走向那个 将要彻底抛弃村园的地方 尽头是三驱男人的欢呼绳 最后他们回去了八个 其中一个死去了 楼道里继续传来女人的叫喊声 那是二驱的物品 医生妻子拿起剪刀 走进三驱 狠狠地扎下了国王 并威胁他们 只要有一天没东西吃 他就会杀掉他们一个人 他愤怒地涌出泪水 在这里 明亮的眼睛是他的决胜武器 医区有十二个人 决定与三驱正面对抗 就在此时 妻子说出了他能看见的真相 突然楼层燃起了大祸 妻子跑到门前 却发现无人看守 我们自由了 他喊道 患者们终于走出了牢笼 外面的城市一团乱 仿佛经历了重大细节 妻子安断好患者和丈夫出去觅食 他无意中走入一个地下储藏室 里面排列着琳琅满目的食物 他拎着两大包食物出去 艰难地从抢夺者手中逃脱 他筋疲力尽地坐在街边 看着流浪狗似咬着路边尸体 也含热泪 他开始怀疑自己没有失明 是否是件好事 他努力带着他们活下去 却独自看着诸多残忍的事情发生 一场大雨来临 众人欢笑着走入雨中 那是重获自由的欢场 妻子带他们回自己家 为他们洗干其身体 准备好丰盛的晚餐 众人不再惶恐 那个女人就引导着他们前行 某个清晨醒来 第一位病发者惊喜地发现 自己恢复了视力 人们为自己有负名的可能感到欣喜 在众人的欢呼中 妻子默默走到院子里 我看不见了 他如是想 看遍诸多险恶肮脏后 他已经看不清人心了 在那个牢笼里 面对死亡的恐惧 想活下去的强烈欲望 他们心中的道德感被撕了个粉碎 也许在他们眼中 抛却道德可以活下去 然而秉承道德 却可以更好地活下去 道德从来不是 传给别人看的外衣 传给别人看的外衣